我必須要跟你講一件事 沒有錯 他當然是說所謂用器做或用包的 可是我講大盤的話沒有補充 而且我必須要講是說 其實這樣講 我剛才說他有沒有親自在做的時候 在上面 大盤跟中盤 欸這樣講好不好聽 每一個都開冰室 其實都不窮 我必須要很坦白講 就是說 其實在整個台灣農業的這種經濟裡面 其實我必須講是說 農民真的被剝削得非常低 然後這些大盤 這些所謂的菜 菜商 其實就像一點工業理系一樣 你覺得說 像我做的鑰匙效果 每個原因就領埃先 然後不管說什麼 一些主管或大老闆 他就可以 當然他比較偉大 開個會 然後進帳就二十一 二十一這樣進 這是一個很不平的一個 一個社會結果 其實他也反映在整個農產理系 然後 最剝削的 其實我跟你講一句話 最剝削的不是 就是 大盤中盤跟蜿蜿 最默缺的什麼是超市 這些所有的超市 他那些上架費 他那些上架費 其實你看一講 你光你要去他那邊上架 就是擺到你可以調的位置 對不對 你說賣三十一十 他可能就給你拿十塊 這個也是太極端 所以這整個是一個很不平的一個結構 其實這個問題你要寫真的很多東西可以寫 然後包括你在講所有的大盤 那個之前那柳丁那個柳丁柳丁慘的時候 不是大财物 就是你去想说像有些东西 像比如说台风后 有些菜 你说它已经出不了了 你知道还有大本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啊就是猫肠 就是煲田那种 它煲了田它不是收菜 它是叫你把菜拿去丢掉 我一斤给你多少钱 你把那些菜处理掉 它不收 它不愿意用那些菜到台北来或到城市来 为什么 不以稀为归 我如果东西量这么多一直来 它价格会掉 我今天就是要控制它的价格 就是那么贵 然后 甚至于就是让你 你看看那个 看蛮多心理学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包括你到那个台风后 我都看到说 一样嘛 像我那几天也是跑去买 台风前后 你总是会想说买一些菜 那我看到就觉得很好笑 然后台风天的时候 你台风都还没有进来 然后你去看那个高丽菜 你去看 以前我们高丽菜都是 大大的一棵这样 你去看台风那天的高丽菜 那整个外面叶子都会剥掉 剩扁扁的一小块而已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习惯 还没有受灾 为什么菜要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就是这种玩意 我自己的感觉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在 就是在用 就是让你感觉说 这把菜 很败很贵 你知道意思吗 就是说 因为台风来了 然后你的菜 就菜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没得掉 可是我还是要讲那个时间点 台风还没有进来 或者 台风就算进来 它也还没造成灾 怎么可能就这样的菜 然后 你像你刚才讲的那个 菜价的问题 菜价问题 有时候我很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才会就是 会到那个 就乡下或我们那个产地区 我会想看一件事 就在台北买东西 在台北买东西 像比如说买一些产品 然后去派辣酱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我一次 我在买 然后 去买 我才会去买一颗那个叫做有机男 标价100亿 然后因为我不在买菜市场 我不在买菜市场 不在买菜市场的那个产品的价格 我也不知道100亿 这样算贵算 算便宜 它就有机的啊 就生机的啊 有机还要看哪种 对 没有没有 基本上那边那个超市都卖 对不起我 他都卖生机啊 有机的 那个 有机对它是贬 那个贬低的啊 因为现在那个有机的产品分两种 一种叫有机 有机是储罪 技术性的 然后一种叫生机 你看很多东西 生机饮食 那如果你看到生机饮食 它有点降的应该就是比有机高 因为它除了有机之外 它还有那种 那个医学的疗效啊等等 有啊你去看那些 鱼类啊什么的 然后他会给你讲什么生态啊 他给你讲生机啊 那个东西就是它的 意思它的东西就是要宰高利等 然后我就记得我看到 看到那根南瓜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你看南瓜一百亿 更重不远 那但是我不知道实际产品加的多少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到台东 然后看到那个南瓜 然后那个农民工想说 因为基本上很多部落其实 他们真的中有机 因为他们的中有机 因为 没有钱买肥料 没有钱买酮料 所以他没有讲 你部落建量这有机 因为就是真的没钱买 不是 不是 不是说有偷用 是真的没钱买 东西丢着种 那可是我平常讲 就是因为其实有个地理啊 这是后面的问题 你那个土地如果说 你像台湾 像基督江一直走 其地越来越瘦 你只能靠肥料一直去 去补 就像小孩那样 你不吃 都一直在吃保育 那个小孩子其实也长不好 可是你真的说正常的吃饭 然后该休息休息 就像台东那个土地那样 他们种的不多 然后间隔期也长 甚至于种完这一批 然后就丢在那边 等明年再走 那个地域都会恢复 然后更重要的一件事是 你像台湾的农区 我讲一个时代话 你农地的旁边就是农地 农地的在旁边就是 就是工厂 或者就是 就是 就是城市 那台东农地旁边是什么 是山吗 你去想一下台东的 不一定台东 就很多山上的农地的旁边 是山 山有什么 山在一下 水从山上流下来 那个山里面去看他那个 我们讲的 伏植层 你去山里面 常常会有那个 落叶都落在那个山坡上 那个都是肥 那都自然的堆肥 然后你水这样一流下 你就放那个农点 就等于 灌溉了一次 然后这个后面再讲一个栽栽 那种 好 好 还是我就去看他南瓜 他南瓜 几乎是这个的人 我在板桥看到这一倍半 就是 一倍 那一倍半的导致 birds 我看了我就很好奇 對 品種應該是一樣的 我就問他說 欸 你這條瓜娜貝 那 我必須轉去實在的話 一般農民的話 像你一般人應該都不太給人家 因為他總是覺得 你是消費者 可是有時候 記者會有這種出來 就會跟你聊或跟你說 他跟我講說 他一箱十二十粒左右 歡啊 就是應該是跟他收的 一箱十一百分 哈哈哈哈 我是載十加回來 沒有載啦 你那時候聽了以後 你心裡突然 火嚇一跳說 十倍 是不是 一百二十粒一粒十二塊 他這一個是一百一 十倍 你看中間的價差 誰賺什麼 然後 從此以後就會喜歡看一件事情 我就會把那個台北的價格給他看 巴黎 然後去哪邊給那個農民看 你的那個香瓜在這邊什麼 什麼香瓜是賣多少 我不是在刺激他 我不是在刺激他 其實我一直想 想 讓他知道一件事情說 下一次 那些歡樂再來的時候 他就心裡有問題 因為很多農民 你不要說他其實他不太到 其實農民在農村裡面 其實他不一定到超市 或者 或者有或者沒有 或者是他小意思在這次也不見得說 都很清楚他的這些東西 到底到底是什麼話講 我覺得這東西其實 這個不是說 好我們就是那種波士啦 就是很故意跟大家講 就是你下一次你再跟他歡樂來的時候 就是說 你把我東西拿走去台北賣一百萬 你給我拿改 對我說十二塊 是不是 那 我覺得這是一個說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產品的價值在哪裡 甚至於我會用這些鼓勵那些農民說 其實你可以往這邊走 這個東西是有市場 你看這個可以賣到一百萬 其實你不用賣多買三十四十你也有 你也是有賺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實政府一直沒有做 就所有的交易品 其實政府到現在都不願意做的事情 日本已經有了 農民 他可以在 網路 去查到這樣的水果 不同的等級 不同的品種 然後在市區市賣多少 在大返賣多少 在東京賣多少 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說相對 你這個所謂的採銷 他就一個合理挖出來 你也不可能說 你也不可能說賣一百二然後我就 我就一定要拿一百塊不可能 你中間你還是要讓人家賺 可是至少你不敢給人家賺到死費這麼多 你不可能說 你身為那個農民他們家沒有用網上電腦 對他沒辦法查到 另外一個農會 或者是那個水果等等 他那個控制的 他根本不給你一個機會 知道真正的價值 其實在臺灣現在的農村 他們就是因為有 有感覺到他們是被脫貼的一區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有一些作法出來就是 他們走入 我們就是 城市中的有些團體 他們會直接跟這些農子下載 甚至說 有的那個農村的一個小旗 他們會給他包下 包下就是說 你的生產的東西 我們這個團體會全部拿 然後這個生產裡面 但是因為現在 人民都比較注意那個健康問題 或者農藥問題 然後這些團體 會跟他規定就是說 我要的東西 不要有農藥 但是你的東西我全收 然後我給你多少價格 那這個就是兩者互利的 這是一個農村市集的一個概念 所以現在臺灣不管是在東部 或者是東南部裡面 現在農村慢慢走向了這個 作業的方式 這樣對農村的收入來講也好 然後對 對那個比較城市地區的人民來講 他們也可以 吃到比較健康的食品 這樣除了那個 古舟聯盟 因為古舟聯盟 它是一個比較大 比較早期的 創立的一個產品 但是現在就是有一些 比較小 小規模的 尤其是臺灣所謂的生機 生機或者是那個叫什麼 武肌 武肌的這種東西 其實那個是 那個要認證方面 其實它的規格是很高的 而臺灣這個 如果臺灣地方小 所以當我這裡 這個地方我採用的是整個 沒有農作 我的農屋完全沒有無毒 什麼的 那個 那個概念 是好 但是很難做得到 因為風只要隔壁的那個 那個 那個農產體 它把風吹過來 它那邊有釋放農藥的時候 你一推過來 你的認證就不能過了 所以現在他們標榜的 一般都會講說 國的沒有農藥 而一般比較不敢講說 我這是生機的 或者什麼 資料資的 因為那個規格太高了 因為有一些產品 只做不到 所以在幾年前的 有工於他們所生產的 那個產品 其實對那個什麼生機引擎 這些 這是一個動創 因為它的價格 是一般那個 農產品的 兩倍到三倍 但是它沒有做到這個 那這個 這個狀況之後 其實在這一方面的市場上 是有問題的 我先那個 我想說 農村的資訊的 不由我問所謂 當然是有他第四倍 也有 因為老公機 交代物店 網路啊 不少啦 那 我想說兩個 第一個現在開始 你不需要有年輕人 回鄉 這是一個 然後這些年輕人的確 像剛才大家講的 他已經可以通過我戶去 做很多事情 那其實還有一個事情 其實 我這個 我不知道還是說這個要怪誰 其實我先講一下是說 我常常一直覺得說 我們政府 很多事沒有做 其實 我還是 不管說這算是政府 或者是企業 或者是農村人本身 其實 科技並不是那麼距離那麼遠 你去想一件事情 你叫一個農民 去 開電腦去弄 他當然覺得好累 還要叫什麼趕快 可是你去想一件事情 人家超商店員都拿一個東西在判點 你為什麼不能開某個東西出來 我一直說其實 農 農機 就是農業的這些 器具 其實我們這一碗一直很 我們一直在copy日本的農機 然後包括農民可以使用的工具 其實我覺得那東西其實 如果你政府 或者說有沒有當個願意 去做的話 其實 我想說 我也看過現在七八十二的農民也在跟人家Facebook 沒有什麼東西說 他完全就不能 而是說 你那個東西的親近性 到底有多少 這是 我想說農民 所以說所謂這個 資訊的使用能力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不一定是年紀的問題 我覺得說你這個產品怎麼出來 是一個 然後大姐你在講那個 我講個數據給你聽 台灣的